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1月21日星期四早上的第一節 先講講關於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在香港時間今天的凌晨時分 特朗普總統和夫人正式離開了白宮 乘搭專機前往位於馬里蘭州的安德魯斯空軍基地 舉行了離任的儀式 在儀式上特朗普總統還說到 他們會以不同的形式回來 在這個儀式過後 特朗普總統以及他的家人 再乘搭專機到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定居 雖然這個結局很多人都心裡有數 但始終看到特朗普總統上機回望揮手那一刻 我相信很多人都難免會有多少傷感 其實作為香港人 很應該向特朗普總統說一聲多謝 在2019年11月特朗普總統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公開提過 說在當年的8月 是他要求國家主席習近平 不要派解放軍鎮壓香港的示威 否則其實有可能會有數千名的港人 是遇難的 按照他這個說法 其實就是幫香港化解了一場人道危機 所以你說是不是香港人應該向他 說一聲多謝 至於有部分號稱為民主派 或者國際線的KOL 女女就向特朗普總統落井下石 好了 現在被他們得常所願 求人得人 勇立了這位拜登上位 那你就看看他搞得什麼出樣 大家一定要金睛火眼地盯緊 千萬不要再受騙 再被這些人騙到 有些人專門騙香港人 在過去兩個月以來 發生了這麼多不公義的情況 這些傢伙絕大部分 都是扮盲的 是Alex上身的 是一聲都不出 得到1月6日 國會聯席會議 所謂認證了拜登以後 這些傢伙都出來興高采烈 說三說四 好像有得分 所以我們接下來幾年 我們就密切地監察 這個情況 說回特朗普總統的告別發言 他就說 擔任美國總統 是他一生當中的榮幸 他就只是想說再見 但是他就希望 這個再見 不會說等待太久 他們將會以某種的形式 重新回來 同時他就在發言當中 感謝了副總統彭斯夫婦 以及一眾的國會議員 大家就會聽到 其實特朗普總統在他的發言當中 都已經預告著 他肯定不會從此 在政壇上消失 他的影響力將會長期存在 不會說忽然之間 是消散了 到底特朗普將會以一種 什麼形式回來呢 是搞媒體 搞網站 還是搞社交平台 我們就一定要密切地期待著 另外特朗普在發言當中 就貫徹了是非分明的強人性格 他從來都沒有認輸 因為他知道 根本上輸的就不是他 而且在網上流傳了一張字條 媒體報導 說特朗普總統 有在白宮裡面 寫下了一張字條 留給拜登 這張字條網上流傳的版本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網上流傳的版本 就只有一句 就說 拜登 贏那個其實不是你 所以這一句就言簡易改 不過究竟這張字條 是不是真確 就有待來去驗證 另外特朗普也是一個 愛恨分明的人 他明知道拜登用這種手段的時候 他索性是不會出席 拜登的所謂總統就職典禮 就免得眼淵 有些人就說 他違反了這個傳統 實情 特朗普總統也不是第一個 不出席新一屆總統就職典禮的人 早在19世紀的時候 都已經有三個先例 只不過在過去世紀以來 就沒有發生 所以 特朗普總統不是開創先河 也不代表他小器 而是代表他根本上不認同你 不單止是他 連第一夫人梅拉尼亞 也沒有留在白宮那裡 接待拜登夫人 至於特朗普總統 在發言當中感謝彭斯 無非是叫做好來好去 也體現了一句說話 叫做君子絕交 不出惡言 既然彭斯也在他身邊 叫做忠心服務了四年的時間 但到了1月6日 很明顯特朗普總統 仍然有顧念彭斯 在三年多以來的服務 而現在大家看到 最終特朗普總統 沒有動用任何軍事手段 來解決問題 這個大家都應該早有遇到 我們節目也有說過 預計他不會採用這些手段 其實很簡單 因為這個叫做性格始然 特朗普總統從來都不願意見到 那些軍人白白地犧牲 試問如果他要為了解決問題的時候 搞到生靈塗炭 搞到出現寡直的死傷 他怎會是過意得去呢 他肯定不會願意見到生靈塗炭的情景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善於使用軍事手段以外的辦法 來解決爭端的一個人 如果不是他怎麼會用上這個貿易的手段 或者用上一些所謂制裁的手段 他正正就不想利用軍事的手段 特朗普在過去這四年的任期裏面 是從來都沒有發動過任何一次大規模的戰爭 當然你說小規模的戰役有沒有呢 是有的 不過那些純粹是針對伊朗某一些頭目 或者是針對某一些恐怖分子等等 就不是說要發動一些大規模的進攻 這些情況是一次都沒有 但是在特朗普總統之前那幾屆的美國總統 是每一屆都有發動多次的大規模戰爭 那麼這個就已經是敬畏分明了 每個人都說自己愛國 那麼究竟怎樣才能夠展示到自己真正的愛國呢 你就是不要使得那些軍人白白的傷亡 這個就為真正的愛國了 我認為你如果使得那些軍人 在那些不知道什麼山卡拉的地方出事 到底他是在為國家來犧牲 或者是在為總統一些個人欲望 或者總統支配他背後的力量欲望來犧牲呢 當然特朗普不願意發動戰爭的時候 所以他就得罪了很多軍火商 自自然而你看到 為什麼拜登背後有這麼多財閥 大機構 大企業在他後面 個個都是利益使然 個個都是為了錢 其實都不是說要支持拜登 只不過是想剷除特朗普 但是沒有辦法 他的性格就是這樣 這個就不像有些人所說他懦弱 絕對不是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商人 而且他就高舉美國優先 這個美國優先是說美國的人民優先 不是美國的企業 不是美國的利益集團優先 所以他有這個決定 他不使用軍事手段 是可以理解的 是不應該去責怪他的 因為這個就是貫徹始終 所以他才會在軍中有這麼高的聲望 才會獲得軍人的清重 好了 至於說一下拜登的所謂就職典禮 那個氣氛就相當慘淡 因為現場只有極少數的政客獲得邀請 而且現場只有主流媒體的記者 以及大量的國民警衛軍以及美軍 搞到整個就職典禮 就像一些獨裁國家的軍政府就職一樣 這些根本上跟民主的精神背道而馳 你就不能夠以疫情作為藉口 疫情不是一個藉口 如果你說因為疫情嚴重 所以要請少些賓客 就沒理由請那麼多軍人進駐首都華盛頓 好了 現在大家就發現了 原來這班國民警衛軍和美軍 就是要來保護這個拜登集團 所以那些陰謀論也都破產了 尤其是那個林伍德律師 正如他的名字一樣 那些資料是不行的 我在兩個禮拜之前的直播也有提過 不過有些人說他很準 就看現在準了去哪裡 他最新的兩條貼文 竟然走去講聖經 變成傳道人 所以大家沒有辦法 來到現在這個時刻 都只好要面對客觀的事實 面對的事實不代表要擁抱的事實 搞清楚有些人 這隻拜登在就職典禮當中 當然是口水多過茶 他提到要恢復和其他國家的合作 美國面臨著極大的考驗 現在就變得相當強大 他承諾要修補和過往的國家的同盟 並且再次和世界連結 他說得好像特朗普自絕於天下 特朗普搞的不是內循環 拜登說三說四說這些 這些完全是在污衊特朗普的 另外他提到 希望成為所有美國人的總統 包括不支持他的人 拜登說 那些人可以繼續不認同他 這個就是民主 這個就是美國 是美國其中一個最強大之處 實際上很多人都不認同你 不當你是總統 另外他提到要全心全意地使得美國重新團結 希望所有國民要跟他同行 只要團結起來 就能夠達成一些偉大的事 誰跟你團結 實際上這些猛叫團結的人 一做的時候只會更加撕裂 香港人這些全部都體驗過了 講就團結做就撕裂 你那些民主黨人和共和黨的建制派 搞少一日特朗普陣營的人都想死 你恢復他的發言權利 你那些社交平台 講話你口喊團結 實際上越早就越撕裂 你怎樣團結 即是否先 霍利說要出書 你那家出版社馬上就不幫他出 現在他就找到一家新的出版社了 你那些大機構大企業 凡是哪一個是在聯席會議上撐過特朗普 你又說要向他山水喉 那這些是什麼團結 怎樣說起呢 還有就是特朗普現在這樣 即是叫做卸任 你那些人會放過他嗎 參議院的彈劾案你會撤回嗎 你不會的 你是會繼續搞他 你就是要使他在政治上永不翻身 使他不能夠再參加任何公職的選舉為止 你這個談何團結 你搞特朗普不是搞他一個人 他背後是代表著七千多萬的民意 而且這個七千多萬還有可能是低估了 那你怎樣去團結呢 七千多萬人 美國有三億人口 有七千五百萬人就是認同他的 你搞他就是跟起碼兩成半的人不妥 所以說出來的那些話就很好聽 做下去就另一回事 這些就是承襲了奧巴馬年代的語言藝術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